其实大家发现 内房谷那边 慢慢地传出了一些 更多的管控的消息 而这个管控的消息 现在感觉是有点落实了 而且已经是开完会了 消息也都传出来 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请到视频旁边 另一端的嘉宾汤丽红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哈喽Kimi 嗨 你好 Kimi可以听到我们 那同样也是 先是跟你来聊一下 这个内房谷方面的 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吧 是在住建部以及人行 日前在北京据说是 召开了一个叫做 重点房地产企业的座谈会 那在相关的座谈会上面 其实它是释放了一些 所谓房企融资的收紧的讯号 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 主要现在有通过 那个经济参考报这一边 传出来说 会有12家的房产 房地产企业已经参加了座谈会 而且被要求在9月底之前 提交降负债的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面 其实是市场之前传闻了很久的 所谓三条红线 这样的一个方案 已经是某些程度被大家证实了 这个所谓三条红线 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一是剔除预售款之后的资产负债率 不可以大于70% 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而现金短债的比也要小于一倍 拿地的销售比是否过高 经营现金流的情况 这一些也都会作为其中 对于内房股它的一个融资情况的参考指标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终于是落实了 但是好像从这个出来的指标来看 现在等于是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 有更硬性的 在他们这个各方面负债 各方面的更硬性的一些规定 听起来会不会感觉 不一定是很好的消息 那一定是的 因为知道很多的一些的内房股 他们最主要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他们融资那方面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他们在融资那方面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主力的话 对他们的那个业绩那方面 或者受益那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看见就是福利品产就是2777 它在那个有关的那个指标那方面 就有蛮大的影响 因为很多人说就是它的风险是蛮大的 但是你看见它现在的那个股价呢 就是在那个经济初的时候 就有一点影响以后呢 到现在的股价就是有一点的肥胜 到现在已经超过2% 所以我自己认为呢 现在很多的一些内房股 他们在融资那方面 本身都已经有很大的一些压力 但今天呢我们也看见一些内房股 他们发了一个上半年的一个业绩 也做得很好的 有一些做得好 有一些做得不好 但是他们的那个股价那方面 也没有一些物业管理股 那方面做得那么好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相信他们在融资那方面 在未来是有很大的压力 那这个也的确啊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已经是被所谓的是一刀切开刀 现在呢 它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三条红线嘛 其实它还有一个叫做 所谓的四档管理啊 怎么样的四档呢 感觉香港观众会觉得说 怎么很像我们的台风警告啊 红尘黄绿的这样一个状态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那昨天刚刚已经说到了 开会的呢与会者一共是有 十二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除了要求他们要在九月底之前 降负债的这样的一些指标要达到 或者是至少你要把方案提出来 告诉我们以外呢 他们也是根据他们现在 目前的这个负债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红党 成党黄党和绿党的情况 那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呢 是说进入到红党呢 包括恒大 融创 绿地 中良 这个大家应该不奇怪吧 恒大融创的那个比较aggressive的 一些进程 对不对 成党是谁呢 杨光成他也是参加会议了 还有那个黄党的包括有 碧桂园 万科 新城控股 绿党呢是主要是一些所谓的央企 那他们在这一方面 其实你在过去他们的很多的进程当中呢 都已经注意到是比较好像保守一些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所在啊 与汇的12家是这样的一个差不多这个融资的这个情况 而且他们接下来要希望能够所谓的降党啊 就我的理解就是我本来是红色的 对不对 你有什么方案让我来降一下党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感觉就是这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实质的方式 和一条这个负债的比率的线在那边给这些房地产商来遵守吧 至少是这样的来做 虽然从这个硬性的来说 房地产商可能要面对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包括我们注意到像是万科 正好是大家就问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说这个细则方面对你们有没有影响啊或者怎么样 那万科自己就说我们财务很稳健 也不会加大杠杆来发展啊 暂时呢其实应该是会想办法尽快的来研究 防范金融风险的监管政策和规则 好好的研究通透了 然后来看看怎么样来保证我们的财务稳健 那其实对于一些大型的房地产商 他们率先进行 而且现在市场传出来说 接下来有可能会等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要全国铺开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在内房股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是不是我们那个想象的空间 要开始有所收窄 对的 如果就是让我跳的话 我一定会跳一些物业管理股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认为就是因为全球央行 现在他们都已经在减持那个报复对吧 很多钱已经在全球的那个资本开支的那个市场那方面 所以如果比较多钱的话 很多的一些的人就会比较蛮担心就是可能是 内地的房地产会有那个跑漠那方面的出面 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一起也就是蛮担心就是房地产会有那个跑漠的那个情况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也看见就是内地他们对一线还有二线的一些房价那方面也会有比较蛮大的一些调控 他们到现在就是推出有关的那个标准的话 其实就是要警惕一下一些内房股他们在融资那方面可能要小心一点或者是他们在融资 特别是在那个美元的那个债券那方面就是要警惕一点 因为他们也担心蛮多的一些钱会做成一个比较蛮大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些跑漠 所以我自己现在如果让我去挑的话 真的是会挑一些物业管理股 因为他们在那个资产那方面是比较稳定 还有如果他们真的是在融资的话 也没有一些内房股的要求是那么高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想就是还是物业管理股的敲损那方面是对比一些内房股是比较安全 那现在的消息就是说可能明年1月1号起整个行业 说的是内房股的行业方面会进行相关规则的推广的一个状态 好啊 大家也是进一步的留意了 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 也是政策上面好像没有任何松动的一个状态 但是今天对于股价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大吧 会不会是某些程度是终于传了很久的这个消息落地的因素呢 我们注意到恒大方面今天目前是能够靠稳1.5% 而在这个万科方面公布了业绩之后呢 现在看到股价也能够升1.4%左右的一个状态啊 那跟大家一起来跟进一下恒指方面的情况吧 目前的升幅是急剧的扩大 扩大到了400多点的一个状态 这是怎么样 就是期指结算前的拉升吗 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因素呢 那个就是一定的 其实我是蛮担心就是今天就是 期准戒是热的话 就是有可能就是港股在25500点 就是有一个蛮大的主力 但是你看见就是今天在下午开盘以后呢 就是港股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状态 特别就是日本的股市 就是因为有一点的政治的事情影响到 你是说安倍他现在请辞的传闻 而且是因为因病请辞的因素 就是看见他就是跌幅超过2% 在那个日本的股市就是也有蛮担心 但是你看见就是对恒指的那方面的影响 不是太大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结算吧 所以就也有一些的投资姐 他们就是把那个很深指数就是结上去 所以我自己认为今天就是有机会 也收在25700点这个水平 那就是说其实会觉得说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力度 对于整体的情况 那今天呢也应该有一个 让大家比较关注的ETF吧 您平时也是会非常关注一些 恒生科技指数的相关的股份 所以我也是很想再问您一下 您的看法的 因为呢这样的一个ETF 南方恒生科技ETF 今天是发出了风险提示 主要呢也是说看到 要提醒大家的 他说截至本周四 基金美单位的资产净值NAV呢 是7.54元啊 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啊 他所以说要提醒单位的持有人 市场的交易风险啊 包括在二级市场价格 有一个大幅的溢价的情况 那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早段看到了 大幅溢价开始是20块钱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偏离了 发行商的上市的 其实这样7块5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会还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吗 那如果真的市场上面这么瘦弱的话 我们一起参与到 哪怕给一点点溢价 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其实你看见今天一天早上的时候 他就是价格最高的时候是20块 其实应该是蛮多的一些投资者 已经买入到有关的那个股份 真的啊 因为本身呢他3033 他一手的价钱 其实1500元对吧 对也不多 对所以应该蛮多人就是 也就是追入到有关的ETF 到现在也看见他的那个作价 他就是7.72就是比较低一点 对比今天最高的时候 20块这个水平 所以我自己认为呢 暂时我也不会建议去买3033 因为他今天第一天就是做了那个IPO 对上市 所以呢其实他那个creding 交易那方面是比较波动一点 还有到现在资金那方面 我自己认为还是不太稳定 好吧那也就是说 等到他真的是回顺的那个 理顺一点再看 今天其实真的是全天很波动 现在已经慢慢的是不是要回归到 或者更接近这类他的一个资产净值的情况 有可能最新的是在7块2毛5的一个状态 也跟您跟进一下 今天带动到整体恒指表现非常明显的一只个股吧 说的是猛牛啊 猛牛其实业绩公布出来 可以说股价没有拉的那么厉害 但是今天早段的时候 我们已经注意到拉了一成左右 现在的升幅也有超过一成二 而且创出新的高位的 报告方面呢也不是没有消息 比如说瑞幸 它是上调了猛牛的目标价的 40块钱上升到了44块 评级呢是跑赢大师 认为说业绩展示产品升级啊 可以提升竞争力 上调盈利预测2%到6%的 估计未来美股的盈利 也能够有17%的富士增长 而且呢是以23.7倍的市盈率 来计算认为估值有上调的空间啊 而且认为说猛牛 如果是你喜欢内地消费行业的话 应该是首选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呢是一些报告 或者说它的那个结论啊 以及那个估值 你可能不会觉得特别的奇怪 大家也是处于一个 看好的一个状态 但今天这样猛牛 这样的一只盘子的股份啊 拉要拉到一成三之多的话 会不会有些程度有点 让大家觉得有点惊讶呢 然后我们就cross check了一下 A股那边的一些乳业股啊 就不惊讶了 因为A股的像今天这些代表 伊利啊光明啊 全部都是涨停板的一个状态 那可见啊 也有一点就是水涨船高的 这个味道啊 那你会觉得说 如果顺应了A股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 今天的这个涨12%是一个单日的现象 还是是持续看好的一些因素所在 我认为这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现象 因为你看见就是某某 它本身就是中企的业绩也做得不太好 伊比达那方面也下赶了30%这个水平 还有它也没有派息 所以你看见它在股价那方面 在昨天也就是大跌 结果5%这个水平 但是因为A股那方面 就是那个乳业股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赖声 所以也看见2319到今天 1117就是现代木野 现在那个丈夫也结果2%的那个水平 还有今天也看见就是A股那方面的 白酒的一些股份 也有一个冥想的那个上扬 所以我自己认为 可能是今天一些 银鸟的一些股份吧 也有一个蛮大的那个上涨的情况 还有我们看见就是农库三权 现在已经说了 它也跳过了很多倍对吧 很多人现在可能已经把资金 转移到一些细平的一些股份 好像是今天也看见海底捞 或者是九毛九 或者是夏布萨股 今天也就是这样 而跳过8%这个水平 所以我自己认为 整个的现象就是因为资金 楼入到有关细平的那个股份 还有A股的一些乳业股 他们表现蛮好 所以也推动了那个H股的一些乳业股 也做得很好 那也是 今天我们还要记得 这个现在是农夫山泉 已经这个大家收档这个人抽 这个接下来就是等他出来公布 大家有多少人能够抽中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看看到说这个中签率到底有多低 好 好 完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